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垃圾游戏出不完 臭魚爛蝦來臭數 今天又是一款改名 來給台灣人做自力測驗的遊戲 《諸神紀元》 該遊戲在中國叫做《創世紀神》 開發商是中國的完勝科技 台灣本次的行銷代理為老朋友易亨 感覺我以後影片數材量夠了以後 都能把這些行銷代理抓起來做一期 第一屆垃圾行銷爭霸戰了 目前在iOS平台上架的公司為 港商非遊戶魚科技 那這公司背後極有可能是中國的 非遊戶魚 像之前的愛爾多戰技 薛夢如歌 三國志少年無雙 以及前幾日宣布停運的 神仙大亂鬥 在台版都是由該公司營運 而這幾款也都是由易亨負責行銷的 台版的官網雖然是用這種看似3D的美式例會 營造成國外廠商製造的假象 但聰明的觀眾 早已不是當年的韭菜 經常關注我影片的也都各個成為了強壯的波菜了 而且看到了沒有 這熟悉的預約其手勢 我上支影片也才講過 雖然是玩不宁的宣傳手段 但對部分族群卻還是很有吸引力 反正如果你認為你是歐皇附體 就去抽吧 但不管廣告如何層層包裝 或者遲早堆砌 總還是要來漸漸增長 讓我們來看看這款遊戲 遊戲為意圖走歐美風格的放置卡培養城 但整體就是常見的幻皮手遊 看到這神一般的遊戲畫面 廠商居然有勇氣來台上架 只能說韭菜使他們越活越滋潤 那就先來看看這令人驚艷的3D建模 這在20年前可能是稱得上頂尖的藝術水平啊 我們這邊也用官方FB的精美麗繪來對比看看 從左邊開始 雅典娜經典的希臘神話 不過手部這構圖看起來怪怪的 像是沒後玩一樣 但整體還算行吧 結果3D建模卻長這樣 白絲變成長裙 劍的大小也縮水了 然後建模一直依依不明的不停抽搐 不過時裝倒是還蠻帥的 第二位 狩獵女神 也是希臘神話 看起來是位冷艷的大姐姐 結果我在遊戲中 變成一位化妝過頭的大姐 還有這美術鬼才設計的現代時裝 真的是被埋沒才能了 而中間這位是女娃 我從外型上是完全聯想不到 勉強著大象的肩膀裝飾 算夠得上邊吧 實在是很難參透這美術的設計生意 而時裝 中國文化 結合西方三星術的全新衝突概念 連角色都長得不一樣 Sidnow Priest大師看了都自愧不如 第四位 伊西斯 埃及神 在遊戲中是直接從藍變紅了 甚至還沒有時裝 可憐 最後一位是弗雷雅 也就這樣吧 然後光網這個女巫師 除了造型雷同以外 根本就是不同人了 其他還有像什麼 神力女超人 洛基 葉師傅 李小龍 武則天 這款根本是全明星大亂動 而我本來其實很難理解 這些前衛的美術設計理念 到底從何而來 但一看到這遊戲的介紹 以神話和創新兩大核心概念打造 新世代的風格設計 原來如此 是我心眼小眼界仔 見識淺薄了 沒領略到美術背後這意味深藏的設計概念 希望未來台港澳限定版的媽祖 能挺過這波新概念的二創 不過你這位江七七 是想碰瓷還是找死呢 我看你是不知道小保底外七七的含金量喔 戰鬥方面就不用多提了 看到這廉價的UI設計風格 太過於創新 我實在找不到詞彙來形容它了 我覺得最屌的就是左邊這一排 課金一條龍服務了 論遊戲質量 我們可以不如人 但課金體驗絕不在話下 完全不怕韭菜有錢沒地方花 錢包不夠深還不能輕易進場 就問你怕不怕 結論 無邊垃圾消消下 不禁換皮滾滾來 基本上就是體驗為0的遊戲 怪不得TAP上沒什麼能下載 也只有2.6的評分 我也找不到任何下載的理由 各位還是看我試讀就好 真心別浪費時間去玩了 除非你是想從中獲得什麼 創新的美術設計靈感 讓我看到只有各種東超西超的元素罷了 我想應該是不會有人推薦這款遊戲 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問我來說 是否也會有哪些 我有沒有認為 有什麼呢 是否有什麼呢 有什麼呢